阿霞,话说文灯的景星,小时候就很有名 他与陈生住近邻,两家的书房紧隔一堵短墙 一天黄昏,陈生路过一处荒凉的废墟 听到松林里传来女子的啼哭声 走近一看,建树的横枝上挂着一条袋子 一个女子像要上吊 陈生问他怎么了,女子抹了一下眼泪对陈生说 母亲出远门,把我托给了一个外姓哥哥照管 没想到他狼子野心,对我不怀好意 我一人孤单到这地步,还不如死了 说完又哭起来 陈生急忙为他解下袋子,劝他嫁人 女子怕头有可靠的人 陈生就请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 女子同意了 回到家中,陈生点上灯对着女子一看 见他十分美丽,起初望外,要与他同情 女子立声抗拒,两人吵闹的声音传到隔壁 景生听到后,跳过墙来看 陈生见景生来了,才放了女子 女子一见景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看了很长时间才转身跑了 二人追了一阵,女子竟不知去向 景生回到家里,关上门刚要上床睡觉 那女子笑盈盈地从里屋出来 景生吃惊地问他,女子回答说,陈生命薄浮浅 不可将终身寄托于他 景生听后很高兴,问他姓名,女子说 我老家在齐国,姓齐,小名叫阿霞 景生与女子说笑,那女子也不拒绝,随后同床共枕 景生的书斋里常有朋友来往 阿霞总是躲在里间屋里 过了几天,阿霞说,我暂时离开几天 你这里人太多,我觉得受约束,心中烦躁 从今后我只夜里来 景生问,你家在哪里? 回答说,不远就是,说完便早早走了 到了夜里果然又来 两人情意伸长 又过了几天,阿霞对景生说 你我虽然恩爱,但总归是苟和之士 我父亲在西江做官,明天我要跟随母亲去 找机会禀告他们,咱俩就可以在一起过一辈子了 景生问,我们要分别多久? 女子说,大约十来天 女子走后,景生想,光住书房不是长法 搬回家里,又怕妻子妒忌阿霞 盘算不如将妻子休了 主意已定,从此看见妻子就辱骂 妻子不能忍受她的欺悟,哭得直想死去 景生说,你死了还连累我呢,请快滚,就赶她走 妻子哭着说,我跟你十年,从来没有过不好的行为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绝情 景生不理,越发急着撵她走 妻子一看没法了,就出门走了 从此后,景生就把屋子粉刷一新 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巧手盼望阿霞回来 没想到一直没有阿霞的阴信,犹如石沉大海 她妻子回到娘嫁后,多次托景生的亲友为她说情 想破镜重圆,但景生就是不答应 于是她就改嫁了一个姓夏侯的人 夏侯的住所与景生挨着 两家因地界问题世代有仇 景生听说妻子嫁给了夏侯,越发怨恨 然而仍希望阿霞快点回来,才可自慰 又过了一年多,仍没见到阿霞的踪影 一次,正逢海神祝寿大会,祠堂内外善男信女云集 景生也来港会,远远望见一个女子很像阿霞 景生跟上去,那女子就混入人群中 跟随她走出门外,再继续追她,竟飘然而去 景生追不上那女子,心中又恨又恼地回了家 后来,过了半年,景生在路上见一位女郎 身穿红色的衣裙 后面跟着老扑,牵着一头黑驴走过来 景生一看是阿霞 因怕认错就先问仆人,这娘子是谁 回答说,她是南村郑公子的济世 景生又问,娶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月了 景生想莫不是认错了人 女子闻言,回头一看,景生看清楚了,正是阿霞 知她已嫁他人,气愤甜胸,大声喊道,霞娘 为什么忘了旧约,仆人听到有人喊叫主妇 很生气,便想打景生 女子急忙置止住,揭开为慢对景生说 你这父心人,有何脸面来见我 景生便解说 是你自己父我,我哪里父你 女子说 你父了你的夫人比父我还厉害 你对结发夫妻都那样,何况别人呢 过去我因为你祖上积了德 你将榜上有名,才以身相许 如今因你抛弃了妻子 阴间已消了你的官职 今年开科的亚魁王昌就是替你名位的人 我已是郑公子的人 你不要再有什么念头了 景生俯首帖耳,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抬头看那女子,以扬边飞驰而去 心中只有悔恨而已 这年开科,景生落榜 亚魁果然名叫王昌 郑公子也考中了 景生因此得了薄姓的名声 40岁仍没妻子 嘉靖也败落下来 常向亲友讨饭吃 一次偶然去拜访郑公子 郑热情款待他,并留他住宿 阿霞亏见,觉得非常可怜 就问郑公子 前厅的客人,莫非是景庆云吗 郑公子反问他是怎么认识的 阿霞回答 我未嫁给你时,曾在他家避过难 也得到他的照顾 他行为虽贱,而祖德还未断 并且和你过去也是朋友 你应该帮助他 郑公子认为很对 就让景生脱下破衣 给他换上新衣 留他住了好几天 一天晚上,景生将要上床睡觉 有个丫鬟拿着二十多两银子来赠给他 听到阿霞在窗外说 这是我的私房钱 略筹谢一下你过去对我的情意 拿回去,找个好女子为伴 幸亏你祖上积德厚重 还可保佑到子孙后代 你不要再办缺德事,缩短你的受限 景生表示感谢 景生回家后,拿出十两银子 买了个乡身人家的丫鬟 这女子长得丑陋凶悍 后来给他生了个儿子 长大后中了近视 郑公子官做到利布郎 他死后阿霞给他送葬回来 人们打开车门帘 里面竟空空无人 才知道阿霞不是人类 唉,人没有德行 喜心厌旧 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 老天给人的报应也太惨了 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